黄金少女与同学相约 却从此不见踪眼 多此连续 但是电话一直是关机状态 三日后求救短线固执 母亲先进入本 很辛苦啊 我被骗到失合 我就是迈了 刑警抽丝剥剪 发现11名被拐少女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他们成为作案目标 记得收看本期平安三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救我 我被骗到失合子失卖了 现在真有马燕知道我在哪里 找他的时候小心一点 要不然我会死的 快让我妈妈报警 这里是平安三六五 我是主持的王家 各位所看到的 这是一个母亲 她接到的这条短信 明白无误地告诉她 她的女儿出事了 16岁的女儿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 而这位母亲拿着短信仔细一看 这个短信是被别人转发到她手机上的 转发这条短信的也是女儿的好朋友 所以母亲她非常的焦急 万般无奈 她立刻想到了要去报警 那么她的女儿究竟出了什么事 现在她人又在哪里呢 丢失的女孩叫小兰 今年刚满16岁 是个生性活泼 单中可爱的女孩 她丢失的时候 正值初三寒假期间 受害人刘某 是三天前 承设到同学家去吃饭 然后执行为归 亲母亲呢 当时也跟她多次联系 但是电话一直是关系状态 因为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到同学家吃饭 住的同学家 所以受害人刘某的母亲 也没有重视 接到99短信后 刘玲才意识到 女儿可能出事 在当地 少女拐卖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16岁的小兰究竟身在何处 接到报案后 沙万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当即抽了人员 赶往专发短信的同学家 对其同学进行详细询问 证实事件数十后 立即安排部署民警 进行摸牌调查 当时分了两组的开展侦察 第一组对刘某生活中的朋友 还有他的关系 社会关系进行了摸牌 第二组呢 就是对刘某留的信息说 一个叫马燕的人员进行核查 求救短信中提到的马燕 到底在小兰被拐卖案件中 起到什么作用 侦察员不敢随意下结论 所以没有经意对马燕采取措施 只是对其周边相关人员 及马燕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 发现这个叫马燕的 它呢是一个无业人员 也是一个错学的青年 经常来回 游走这个三远线 到石盒子两地 经过三天的调查 侦察员对马燕的各方面信息 进行分析研判 集合小兰在求救信息中提到被卖网识核自损 种种迹象显示 马燕有可疑之处 于是决定控制马燕实施突判 服务员开一下门打扫卫生 别动 别动 通过对马燕的审讯突破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就是受害人刘某 是被一个叫吴海明的男子控制了 他们的落脚点和经常居住的一个地方 就是石盒子市一个叫新月华的蝶疤 小兰的巨像有了帷幕 法安民警特别兴奋 立即对新月华蝶疤进行全方位补控 并对蝶疤的进出人员进行跟踪调查 为了不暴露 我们只选择了蹲守和跟踪 对蝶疤周围进行长期的蹲点 就发现这个叠吧比较特殊 因为这么进出的人员比较复杂 而且都是社会上的这样子 比较社会化的一些人 侦察员分成几组 白天晚上寄进蹲点守候 却迟迟不见嫌疑人 吴海明和小兰的踪影 马燕提供的线索是否属实 小兰真的在吴海明手里吗 就在侦察员们交集万分之时 安情有了重大突破 当终守到晚上的时候 在第二天晚上的十二点钟 我们就发现有两名男子 将一名女子从别巴里带出来了 当时因为距离比较远 侦察员不敢确定 这个女子是不是小兰 只能继续跟踪 只见这三个人来到路边 大力量出去吹 来到一个叫做 城市温泉水疗会所的地方 这两名男子呢 就带着这个女孩 进了这个回缩 当时我们的这个解救 我们当时也是跟着 也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根据相对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可以确定 这女孩就是受害人刘某 此时对于连续几天 不眠不休的民警而言 小兰的出现 带给他们的是希望 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安全营救小兰 侦察员们一边耐心守候 摸清犯罪嫌疑人吴海民 及其周围所有人的活动规律 一边对其经常出入的 叠疤及会所进行秘密侦察 小兰能否被成功解救 一次普通的相约 联合成为被卖的根源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OK 往前进 速度 速度 快点 速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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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捕很成功 小兰也被成功尽救 然而让民警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温泉水疗会所当场抓获 四名犯罪嫌疑人士 还有了意外的发现 当时在一个包厢里 当时就解救出了这个受伤的刘某 和刘某在一起呢 还有几名女子 通过询问 我们发现这些女子都是前妻被骗来 后期被控制以后 强迫其从事这个色情活动 警方发现被拐卖的女孩 不止小兰一个人之后 对四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突审 最终确认 这是一个隐藏较深的恶势力团伙 拐卖女青年的同时 还强奸强迫卖淫 涉案人员多达二十余人 由于案情重大 上班线公安局党委 立刻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 全力解救被拐卖人员 2013年2月份 正值春节期间 专案组面经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形成上千公里 本部回吞 昌吉 乌鲁木齐等地 深入查证 一一搜寻 当时我们又遇到了 一心不熟 很多侦探工作 无法开展 需要的这个警力 是相当大的 不是说是 我们一个专案组 就可以去 完成危险工作 所以面临的很多 就是说 协调 而且还有一些 磨牌 侦探 等等一些 很多环节 经过四个多月的侦探工作 在各个地方 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最终将 21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 解救被拐女孩 21人 清查三指余家 娱乐场所 捣毁十处 龙流妇女 蔓延据点 这个犯罪团伙的 组织结构和诈骗的方法 已经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那么他们究竟是用 什么样的方法 去拐骗这些 无辜的女孩 吃了一顿饭 居然就成为了 女孩悲剧的开始 在这些日子里 16岁的女孩 到底遭遇了什么 据受害人小兰描述 2011年1月20日下午 她突然接到 马燕的电话 相约见面 因为是许久未见的 初中同学 再加上 正值寒假期间 闲来无事 小兰就欣然赴约了 他们先去吃饭 吃饭饭喝点酒 之后呢 就将这个 手腕流露呢 带到这个新月花 蝶八 马燕一买蝶片为借口 将小兰带至蝶八 没过一会儿 又假装接电话 独自离开了蝶八 紧接着 令小兰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两个陌生男人 强行将他带到了 蝶八地下室 受害刘母当时 在地下室 喊救命 喊什么都没有用 吴海明等人呢 就对其 就是 是吃饱 毆打 对他进行毆打 将其的衣服 罢光 并用手机拍了十多张 罗照 在大骂声中 小兰慢慢得知 自己被同学 马燕卖了 未必无奈 小兰只能听从安排 每天被带往不同的场所 从事色情服务 遇到身体不舒服 竟被安排在网发 打了时间 并且时时有人看管 那么在如此严密的监管之下 小兰又是如何发出求救信息的呢 最开始的 舒服人 刘母呢 也想过要逃 但是 一直有 有个人看管 手机呢 也被输掉了 虽然身边一直有人盯着 但小兰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 一直在寻找机会 就在她被控制的第三天 她被带到网吧上网时 看见一个女孩拿着手机准备上厕所 于是 小兰假接上厕所的名义 紧随其后寻求帮助 通过该女孩的手机 发出了救命短信 一条求救短信 意外签出拐卖档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致使花季少女成为作案目标 人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女孩的坚持和激情 最终使她能够逃出来 而且她还救了其他十个 她有着相同命运的被拐骗的女孩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背后 还需要我们来关注什么呢 接下来您会看到的是 我们的记者采访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他所说的一段话 也许这些话能够让我们明白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未成年少女 会成为犯罪嫌疑人下手的对象 据民警介绍 被解救出来的另外十个女孩 最小的15岁 最大的23岁 都是被朋友以各种理由 骗出之后被拐卖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目标呢 全是在自己的朋友家 就他们认识了 都是从他KG啊 刚刚不上学那时候 因为他在手法下不患 可能家里面人要经常过来 一般都是他 我说是他们觉得 今天他小时三两天没有事了 就是说他今天从他 经常在外面玩 经常在外面玩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寻找作案目标时 首先是从熟悉的人入手 其次是看这个女孩 几天不回家 家里面是否会有人在意 那么事实究竟是否如此 小兰被解救后没多久 他们母女就搬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 为了了解小兰的成长环境 是在压的 记者跟随民警 找到了受害人小兰的邻居 了解情况 几天孩子从小 我睡觉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 他就跟他的母亲一块生活 他爸爸妈在外地 平时也管家红手 妈妈是在赋予的 也平时照顾他 也照顾的不是很多 邻居还告诉我们 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小兰回来之后 与以前判若两人 性情大变 这一点也在民警的口中 得到了证实 回来以后的第二天 对小女孩死了 把头发 本来是长发皮肩的 最后把头发整个都 自己替光了 替光完了以后 又穿衣服这一块也有变化 整个医生打扮 就是看着这个小子 有个男孩打扮 我们不明原因就询问他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一直沉默不语 不敢太多看 面对我们 刘牧的母亲就介绍 刘牧就是因为这次打击 对他特别大 他就说自己不想再当女孩了 要当一个男孩 让人感觉就是 自己那种伤害 这点时候感觉是 很深的 不是说从他这个人生 今后的人生 这个生活过程 能给他抹灭掉 16岁 没有了颜色 在这里 衷心地希望小兰 能够尽早摆脱阴影 找到自我 那么针对 类似小兰这样的女孩 家长怎么做 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她们 我们又该怎样避免 这类悲剧的发生呢 当前 外卖少女 强迫 卖淫案件 时有发生 人们往往采取 交朋友 谈恋爱 等方式 大事受害人 以介绍工作 相约游玩 等为借口 将其骗除后 带到外界 强迫 卖淫 危害 十分严重 家长应当 关心爱护 未成年少女 关注其行动 和交友的情况 教育未成年少女 奔强防管意识 并避悲剧发生 单亲家庭 和离异家庭 更应该注意这一点 对于解救出来的 这些被拐的未成年少女 家长和社会 都应该关心 关爱要保护 他们的遗失 采取措施 帮助他们 能够顺利 并避免 今天我们讲到的事件 是少女的离奇失踪 其实这个故事 更应该被形容为 美丽的谎言 或者邀约背后的陷阱 年轻人对世界 充满着好奇心 他们很希望去尝试 一些新奇的东西 可是在这背后 可能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 在盯着它 所以希望我们 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 也能够多多了解 类似的事件 给自己的孩子提个醒 休息一会儿 是我们今天的 危机一会儿 眼前浓烟滚滚滚的画面 是发生在2013年9月18日 浙江省宁波慈禧市 长启镇的惊险一幕 一家电器厂 无层高的库房起火 浓烟笼罩着整个厂区 厂内职工利用灭火器 铺就无果后 厂区老板只有通知员工 撤退并报警 浙江省宁波市 消防支队慈禧大队的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 了解发现 着火的仓库存放的 是电器的包装泡沫 浴火急燃 或是呈现蔓延的趋势 因为初始厂房 紧挨着的 就是存放成品冰箱的仓库 如果火是蔓延过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消防员 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明火基本被扑灭 事故的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